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 新北市政府辦理幸福滿屋 食物銀行行動 106年2月23日 在市長朱立倫的主持下 辦理向捐贈單位致謝的感恩會 我們上次給這群火力的孩子們 最熱烈的掌聲 新北市政府從100年開始 推動食物銀行方案 結合區公所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以及民間單位 進行資源整合和服務輸送的工作 累計捐輸的善款達到10億以上 幫助過173萬人次 急需救助的弱勢民眾 幸福滿屋 食物銀行 極善幸福 國開場新興 在這個感恩的時刻 請各位推避日向前 方便移居 為我們留下這個紀念性的時刻 今年的幸福園區 將為我們的新北市市民 還有在場所有的貴賓 帶來更多的希望 帶來更多的鼓勵 開創更多的新興 未來新北市這國也熱會積極向前的鼓勵協 並且為我們市民求求更美好的福利 我們400萬的市民 非常感恩 有來自於各地 各個 我們包括宗教界 包括企業界 包括各個公益團體 以及社會 所有的大家三心人士的支持 這個感恩會 有一個特點 一年比一年更盛大 一年比一年更溫馨 希望我们大家继续加油 去年一整年 我们就有超过两亿的社会的爱心 今年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 大家支持的力量 我们一同为社会的和谐 为社会的爱心来努力 我们大家积善积苦 开创新机 今年快乐 谢谢 支掌朱立伦特别感谢 民间力量的热忱参与 其中中华电信公司同仁 所筹组的新北营运处爱心社 长年来就积极响应新北市政府 幸福满屋食物银行的行列 从创设的邱德华社长 到现在的陈敬田社长 结合中华电信员工的爱心 一起辅助弱势 好 现在有请新北营运处爱心社 陈敬田社长 那因为我本身是 政兼我们职工福利委的主委 所以大家推举我当我们新北爱心社的社长 那我想中华电信就是要善尽社会的责任 希望抛砖引运然后走出来 然后能够为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多一点的公益活动 能够一点奉献 中华电信的员工自发性的做起之后 就从点到线到面 整个去推广 所以我们一直做到现在 我觉得让我最兴奋高兴的是 我看到我们任养的小朋友 一个一个从小孩子到国中到高中毕业 然后能够回馈社会 然后现在我们又继续任养 这样源源不断 106年获得新北市政府表扬的团体中 还有 蝉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也是由中华电信同仁所筹组 董事长林秋蜜代表接受表扬 好 欢迎新北市蝉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林秋蜜表执张 去访问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好幸福 在中华电信 然后能够回馈给社会 我觉得尽一份中华电信员工的责任吧 对社会做一些贡献 我们会利用公余的时间去访试 这些弱势家庭跟需要帮助的这些民众 然后就给予实质的关怀 跟一些经济上的援助 让他们有一些急难的问题 可以立即获得事实的来解决跟帮忙 在多位中华电信同仁号召 在职及退休员券参与下 无论是爱心社或基金会 中华电信人结合社会善心人士 积极协助弱势家庭 和贫病无一的民众脱困 工作忙碌之余 不忘付出一己之力 就是希望能够散播这个大家庭的爱 让更多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想到什么东西 帮忙碌之余 好的